涉事私家車被撞後向左翻側 橫臥路中 要由吊備車先移正位置 再吊到貨車上而離現場 事發星期三下午2點多 消息指這架私家車 遠大魚山長東路往東沖方向行駛 駛到大豪煤氣調壓及檢查站附近 準備鑽油駛入所屬地盤時 同一架往九龍方向的黑色七人車迎頭相撞 私家車失控翻側 七人車車頭亦嚴重損毀 車內的安全氣袋彈出 據知當時七人車上有三個警員 他們全部輕傷 消防接報到場將傷者救出 私家車司機亦不惜送院 事故原因有待調查